比克邦胜利接受调查,疑似远警察厅长就是胜利背后的靠山。 相信近期不管关不关注韩鱼圈的都对比克邦胜利的夜店事件有所熟悉,相信不管是胜利还是郑俊英来说,出道这么多年都没有被这么多记者围读也被网友成为人生高光时刻。 然而在了解整个事件背后却细思极恐,从一个小小夜店打架斗开始,倒如今警方涉嫌勾结,相信谁也没有想到事件背后的真相越发沉迷。 3月14日,作为事件的开始或者说整个事件当之无愧的男余号比克邦胜利现身手而警察厅接受警方调查,下车后的比克邦胜利先是对着镜头对着媒体90度深深弯腰鞠躬道歉。 随后对着镜头表示比克邦胜利感慨道,首先向因我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以及国民大众表示道歉,比起我在此做什么说明,我将诚实接受调查。 从镜头中看得出一脸愁容的比克邦胜利在这段时间过得并不开心,眼眶一直勤着眼泪忍着不露下来。 再回想到几年前比克邦黄金17时,那个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超级偶像让人唏嘘不已。 随着调查进度越来越快,挖掘出的真相越来越大令网友都不敢相信。 根据最新手儿警察厅的消息称,疑似原警察厅长就是盛利背后的靠山。 尽管随后被原警察厅长发声,碧瑶表示都不认识盛利这个人,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网友信服,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 14日当天现身手儿警察厅的胜利依然跟前不久现身时一样,一身西装和履禁显高级简约,但是在光鲜两立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面具不得而知。 同样,在14日胜利现身之前,作为胜利风暴的男二号郑俊英先行来到首尔警察厅做调查。 此前,首尔警察厅就曾回应媒体将会对胜利和郑俊英同时调查,防止两人串弓。 14日现身的证据应投胜利一样,对于因为自己偷跑视频的女星表示歉意,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警方调查,表示不会说谎。